大家好 我是乐片无数深中剧的后 痛定思动百度不清的有毒君 有毒君 一个自认能对各种骚出天机的台词 有免疫力的硬是博主 在追剧时听到那些一句比一句羞耻的台词时 还是忍不住吐槽一句 你好骚啊 他来了 请闭眼 博敬眼 他们是互生好感 却没有确定关系的暧昧伙伴 这一天他为他安排了豪车 进了最顶级的豪华套房 听着现场演奏的音乐 是这浪漫的烛光网 咱们确认过场景 是霸道总裁告白的表配 虽然咱们博敬眼母胎单身 但光凭着男女恋爱步骤 分析总结大师的身份 他居然试图弯道超车 亲了人家之后 他总结到 很棒啊 不是吗 人家亲了他之后 他又总结到 perfect perfect 但是这还不是最骚的 在两人颠乱捣缝 不知天地为何物之后 他总结出了一段 让有毒君牢里一红的骚话 如果早知道 与你灵肉合一 又带来如此极致的愉悦 我在遇到你的第一天 就会跟你求爱 Oh my god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 有毒君听了 直接灵肉分离 这不是去幼儿园的测关 停下来 有毒君要下策的呢 半时蜜糖 半时伤 元帅 在跟暗恋十几年的对象 互通心意时候 两人当晚就进去了一场 更深入的交往 朋友们 先把元帅和刑打的功评杀 告别单身的元总 凭借一己之力 让整个办公室充斥了恋爱的酸臭味 他当着所有员工的面 问出了那句 昨天晚上一定睡得不错吧 并且疯狂暗示 今天晚上要睡得好 诶 怎么了 我们高贵的单身狗 不配拥有油脂的睡眠吗 这些都是小场面 回家之后 元总还玩起了四样游戏 轮到你做什么呀 有毒君还是个孩子呀 根本听不懂你在耍什么啊 元帅 请把你的骚话普成曲 两周之后唱给有毒君听 情深深雨茫茫 何舒桓 提到影视剧中的骚话 琼瑶奶奶必须拥有姓名 主角民一开口就是山盟海誓 反问巨压排币巨压 比喻居压都被他们发挥得淋漓尽致 经过一番激烈的内卷 这次代表琼瑶剧出战的是他 上海滩骚话王 何舒桓 在宇宙和一平意外邂逅 面对满脸写着我们不熟的一平 他说 要怎么样才算认识啊 如果你还要我的生辰八字 我也可以告诉你 你怎么不直接说 拿我的生辰八字 跟你测测一远呢 等到两人慢慢熟悉起来 可立马展开情话共激 你非常强烈 也非常脆弱 虽然你把自己 一层又一层的武装起来 我还是看得到你的内心 你需要有人好好地保护你 但愿我呢 说完之后 目光深情 嘴角含笑 控制不住的小小手 恨不得立刻来个摸脸伤 当一平不搭脸他时 他又冒雨等在一平家门口 从门打开的那一刻 他说出的每一句话 都是教科书级别的情话 哎 好想看到你 站在这儿 我想了好多好多 从我们认识 想到今天 从那个雨夜 想到今天的雨 我一生的喜怒哀乐 加起来 也没这几个月多 听得无法无停的一屏 都瞬间瞳孔地震 马上追出去选择眼泪他 当女朋友觉得自己是有毒体质 谁占谁倒霉时 你该怎么回答这道送命题呢 欢迎何时换老师 来说说满分答案 有请 对 你有毒 请把我毒死吧 男孩们 学到了吗 这是撩妹王者 手把手 在线教学呢 废刀问情 观天降 他们是久逢知己 千杯少的好朋友 他为救他受伤了 他感动不已 连夜照顾 卧病再传了他 这是多么感人的兄弟情啊 但是观天降 仅凭一句骚话 就让这段兄弟情 变了味道 通常这种状况下 会有个大美人 在身边照顾我 谁叫你不舍身救美 反而要救我这个臭男人 如果你要以身相许 我也可以凑合了 不过 我要先得到你的心 才肯要你的人呢 以身相许 你的心你的人 我都要 还要去 原来是巴的总裁呀 是进是进 以前的电视剧 都敢这么拍吗 如果放到现在 CP超话 怎么也得进前史了吧 锦衣之下 袁金夏 你们没有听错 就是六三门那位 收集了一整套 如意君传的 袁金夏 他们是出差再版的公务员 天黑了 夜圆了 孤男寡女 只能留在林中过夜 长夜漫漫 如何打发时间呢 咱们的狗腿惊讶 立马想出一个姐妹的法子 下面 邀请唱功一流的他 为大家带来 小曲一首 哥哥身上有妹妹 妹妹身上有哥哥 你看你这 你这 你这 你这唱的都是什么呀 还有 陆大人 你为什么听得这么陶醉呢 咱们惊讶 不仅会唱曲 还会演戏 那临场发挥能力 绝对是影后级别的 他其实之前也没看上我 是我使劲诱惑他 少爷没把持住 便从了我 旁边的陆大人 都表示没眼看 他还在一顿巴巴 只要演戏的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看戏的 山河令 温克勤 最后 让我们用热力的掌声 有请2021年度 影视剧骚话大师 温克勤 闪亮登场 温克勤 一个把骚话 说成彩虹屁的 温大善人 一个凭借着自己的 三寸不烂之蛇 将猎女帕蝉狼 和有志者士姓诚 画上等号的男人 当老婆跟他说 有缘再见时 他会说 但度无所苦 我自迎接 当看到老婆的 绝美深思时 他会说 这步伐 飘飘稀若 流风之回雪 仿佛稀若 青云之碧月 当与老婆套进步时 他会说 咱们这缘分尾时深啊 莫非 是三生时尚旧惊魂 当老婆表示 是生是死 与他无关时 他会说 你若不在了 千山暮雪 我故意指引 向谁去啊 当跟老婆吵架后 他会说 风雨如晦 鸡鸣不矣 寄见君子 云虎 不行 不愧是温客行 能把骚话 说出文化人的水平 有毒君 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你还知道 影视剧中哪些 让你听过之后 控制不住脸红心跳 或者忍不住口吐 纷纷的骚台词 赶快在评论区留言吧 想看更多新烂影评 爆笑吐槽 明星采访 记得关注微博 此片有多